大家好,又是我馬寶了,明晚又要馬跑了。 Hi everybody, and two whole nights is Wednesday, and we still have horse racing in Hong Kong. And I go back to the Sunday, and I over the double, and unlucky, lost again, and lost another $40. 好,回到我上課馬寶,頭關就完全沒有東西看,最近那隻跑第五,雖然沒有關係。 跑第二,就沒有作用了,就叫輸了。 不過,我不知道那一刻有沒有買中,因為我畫了座二望一,他真的跑第二,沒話說,輸了。 那這口碼簿就拿了這張票,最近就是第五,就是銀進,射到中環天下,跑第二,輸了,沒話說。 賭馬就是這樣,我們買40元而已,玩一下,我也告訴你,就不是說贏了, 如果贏了,我都不用坐在那裡,不用打工了,沒有的,絕對沒有這件事。 那我在群組,就有發過第一口碼簿,就比較可惜了,一號就贏了,電腦九號, 然後,尾關,勝利才智就是輸了,他就是跑第二,就收回少少了,五十二個半, 那還是輸四十七個半的,那賭馬就是這樣,起碼拿回一點,沒有說絕對贏了, 但是安慰獎就是有這樣的好處,那大概是十六點二十三分,那我就覺得, 那我就覺得,莫裡拉茄斯王,就應該有機會了,所以我在我的群組,就建議那些人買一百五十元, 那我就看著,但是,那我這次呢,在群組應該是,可能是第十次了,那但是就輸過四次了, 那計算這次呢,應該是有六次還是七次,這個我反而沒有做紀錄了,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如果大家有看過的,可能就會知道,我就沒有記錄了,那但是總括來說, 都應該叫贏錢的,那這就是Jockey Challenge, you know, I try to recommend in my club, and I hit it, and I suggest to buy 150, but I bought $720, so make it back 468,那這裏呢,就是收回,我買了七百二,那就是收回468元的,那所以, 總括來說呢,我都是拿回Mabel的那些錢,所以其實,但是因為, 那些呢,騎士網呢,都並非禁意的,那那,就算我這次買了莫雷拉,我都是, 我都是,心思熟慮啦,那,搏她美場,因為一般來說呢, 那這裏說一下,那美場呢,很多時候莫雷拉都有機會搏贏的,那, 那,但是這些都是講運氣啦,那她真的贏了啦,那因為群組裏呢,就有個朋友呢,就是買, 蝕恩好像是,那她就說,那她當然希望她贏啦,那但是賭馬這件事, 那不能說了,那就是,不是你贏,就是我贏啦,那我說好吧,當你贏啦, 那又怎知道,上天就,給了我贏啦,那沒話說,那賭馬就是這樣了, 啊,那我就,啊,我都讀了,嗯,明晚啦,那,啊,但因為時間關係啦, 我都不是說,前輩,啊,場場都有看完,那我就納一納啦,那覺得呢, 第七場,那,因為我,我,我先說後面那隻啦,因為,那是馬膽那樣子的啦, 啊, Então,我先試過讓 Stir tänker上去第八場。就好像上次這樣又是跑第二, 那那名以為我,那是我、我通常っていう說法呢,希望呢就, 還希望就算做不到 收回安慰獎都可以的 收回一些 所以我選了第七場的六號 這馬就叫做《月盡知己》 莫雷拉奇 羅富全 我一直都說 現在羅富全和蔡宇翰都是 你不買他的馬 我覺得真的有點惡懼 你又不要你冷月 如果你說有些好馬 可以搭配的話 買連贏位或者買什麼都拖賣他們 有時候他倆有些東西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算羅富全有很多的馬都六七倍 你不相信的 他未必是成大延門他都可以贏 但是這次就是大延門的 但是他上次就是莫雷拉幫他騎 那他就是跑第二的 上次那個地就是淋淋的 那就是 好啦 香港這兩天都應該都是下雨的了 那那塊地就絕對不是快的 也不會好的了 那就是淋地的了 那如果是淋地的話 這隻馬有一次就是 那時候在姚本輝那裡跑不到出來的 但是對上一次又是黏地 莫羅里亞奇 當時是第二檔來的 那第一檔和第二檔就差點那麼多了 那我想這隻馬就可能還沒粗氣的 因為四歲馬 那希望上次已經是接近了 雖然是跑第二 距離遠一點的 三由四分之一 那希望這隻馬在進步著 那也希望羅富全會推進他 那希望 我想他都會是想贏多場 想盡量拋離去翠翰 不過呢 最精彩就是他們兩個拋離去拋棄了 那 益散我們大家 好了 那所以這隻馬呢 我就是做膽的 就射上去上面四隻 那上面四隻呢 就有些難度高了 因為呢 最難的就是就算你選四隻 我選了四隻呢 就是說都會問誰的 都隨時好像對上那個 其實我有說一千米是大外檔 那其實呢 我當時也有考慮過 不要說馬後跑啊 十四檔嘛 我說錯了 我是考慮過的 就是在十和十一檔呢 我就騎死了 我就是輸了 我才是 但是跑馬呢 一樣跑出來的 沒得談的 馬又年紀大些 但是都一樣贏到 那就是沒得說的 好了 那到第六場呢 那我就看過了 那這裏呢 我反而呢 有隻馬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了 那你現在大二妹呢 就是博外之江的 那為什麼他會變成大二呢 雖然擺了潘頓而已 那他又沒有財積的 就是沒有說有拎地啊 淋地 我見過他有一次呢 就是十二個多馬位 那時候就是蔡明少奇啦 那到底他適不適應呢 就不知道 那他現在就變成大熱 那又可以這麼說啊 就是說如果無端端生熱門 那不就是 但是你看看 現在才是十萬多 那沒有基本上呢 那都是定了的 都是熱的 我又不知道他為什麼會熱得這麼嚴重 就算潘頓騎 她是丁冠浩 她是新轉馬房的 唯一一樣東西就是說 轉了馬房 的而且很多時候都肯搏的 因為一轉馬房就是打響她們的招牌 所以就信她 已經做起了她 粗起了她 然後出來跑 我們一定不能放過她 不能埋沒她 其實我是比較喜歡這隻帝鴻大師 因為這隻沈澤成的馬上次都是黏地的 他就是 頭馬距離輸得遠一點 有5個馬位 但是是攝殷騎 現在換上莫雷拉 那會不會拼 而且會不會真的 僵城所有東西會高過她呢 那就沒有人自己跑過才知道 那大問題了 她8.6啊 大佬 那麼好分 射下去的口碼部 雖然是同一個騎士 那個賠率呢 如果照成的就是2、3元左右 那我就當你100元左右 甚至到99元 贏就不要緊的了 就算虧了一點也不要緊 最重要就是贏 那麼我會放她第一 然後還有5號是帝鴻大師 然後就是9號 9號就是超級黃蜂 那麼這隻馬呢 就是偉達的 那麼最近呢 希威森就跟她合作好像真的很成功的 OK 那這隻馬呢 上次跑過1,400 那就是不行 就是輸成12個幾馬位 但是那時候呢 就很黏地 那麼這次又是很黏地呢 那麼行不行呢 要倒了 就是 但是她的賠率OK的 有失敗的 那麼但是她對上一次1,400呢 在第五檔的 那麼她那次呢 就是前面大頭 好了 現在呢 我就希望她呢 可以帶頭跑啊 那麼因為這樣的黏地呢 很難追的 那麼希望她可以在前面放 那麼就看她能不能放到 我估計有機會 而且好像希威斯比較擅長在前面放的 那麼看她能不能搞得怎樣 然後還有一隻呢 就是11號 就田泰安她就請喝茶了 OK 那麼如果她 她贏了呢 收到這口碼布呢 你們如果是這隻東西呢 你們真的要請我喝茶了 OK 說笑而已 不用一滴請的 那麼我覺得這隻馬都可以的 因為 又是落副錢啊 那麼上次都是黏黏地的 但是賀萬年 賀明年騎的 那麼變成了呢 和田泰安又差一點啦 那麼我希望這隻馬呢 也有機會是薄的 那麼希望 我選了四隻 希望這四隻之中呢 有其中一隻跑出來啦 那麼其實還有一隻的 我又不是 成本太高了 還有一隻成材呢 我都覺得OK的 那麼但是呢 實在上 五隻五十元呢 我就 我覺得不是那麼值得啦 那麼如果你歌客聽了之後呢 你覺得啊 不喜歡我那四隻的 那麼你可以不妨選擇一隻成材啦 This is the ticket I offer for tomorrow and I pick up race 6 Race 6 will be number 3, number 5, number 9, number 11 and race 7 will be number 6 OK 那我選了三五九十一啦 那麼剛才你已經講了啦 用中文 那就六號啦 那麼跑 如果你們喜歡六號的話 覺得這隻馬都認同 我覺得是OK的 那麼你可以再買 買第七口馬寶章 直接找這隻 選兩隻 十元住啦 都是二十元 前後都是六十元 那麼希望呢 這次呢 就可以中到這口馬寶啦 OK 那我也多謝 最近就多了人看了啦 那麼也多謝他們 給個讚我啦 那麼我也希望 如果你認同的 那麼就給多點讚我啦 我又可以開心的 因為我 我都是 希望你們又贏錢啦 我也贏錢啦 大家都贏錢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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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好運啦 祝大家好運啦 那麼 又多了 有些進來我群組的 那麼我一會兒再給個 QR Code OK And this is my QR Code for WeChat OK OK So you can join me And I will offer the Jockey Challenge and just like Sunday You know and also heat it OK OK I don't I don't trust for anything OK And this is my QR Code 好運動啦 那如果你想加入呢 就可以加入啦 OK 那麼這個就是 我五月份的媽寶啦 那麼到了十九號呢 就是 還有贏 四百六十七文的 And this is my double record You know from May 1st OK Still had 467 until May 19th 那麼這個呢 就是到上個禮拜日啦 22號啦 那你再輸四十元啦 那麼還有四百二十七個半的 那麼當然啦 這些是講運氣的 那麼五月份是沒有輸的啦 那麼希望這次又再贏啦 And this is for the May 22nd and still lost $40 So still have the balance still have 427.50 cents I won 如果你加入我的群組啦 記得啦 我沒有收錢啦 那麼希望又有劇師王可以抓得到啦 So and this is my Hopefully you know for the Wednesday And Jockey Challenge I still can offer the good tips OK And so good luck for everybody And祝大家好運啦 拜拜 Pvd stool